作为清朝历经康熙 雍正和乾隆三朝的显赫政治家 张廷玉在担任宰相长达27年后 最终于乾隆十四年年正月宣布退休 然而乾隆对他并不抱有喜好之情 甚至采取各种手法将他逼至困境 那么为何乾隆对张廷玉不感兴趣呢 让我们来揭开这段历史故事的真相 乾隆十四年年正月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张廷玉 最终宣布退休 作为康熙 雍正和乾隆三朝的重要官员 张廷玉作为宰相长达27年 作为乾隆皇帝赐予的退休赏赐 他获得了乾隆玉制的三首诗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或许张廷玉心中有所思量 尽管这三首诗是乾隆的赏赐 但在其他帝王面前 这些诗无疑是巨大的荣誉 换言之 只要乾隆愿意 他完全可以每天赐予张廷玉三十首 甚至三百首诗 这并非难事 按照常理 当时的张廷玉应该毫不犹豫地回家休息 可惜 老人可能有些迷糊了 他在当场要求乾隆提供一份凭证 以确保自己能够在太庙 享有应有的地位 这一举动将他推入了深渊之中 张廷玉于清康熙十一年出生 出身于安徽同城 他的父亲张英曾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因此张廷玉可以算是官僚家族中的杰出人物 在康熙三十九年 张廷玉中进士 进入汉林院 随后 他升任刑部左侍郎 并迅速晋升为吏部左侍郎 在雍正继位后 由于张廷玉之父曾是雍正的师父 并且他本人才干出众 他成为雍正元年内阁的一员 担任文渊阁大学士 同时兼任礼部尚书 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等职位 张廷玉以和平手段 解决了当时困扰朝廷的蓬民问题 并在对准嘎尔布的战斗中 展现出卓越的表现 这些成就使他的政治生涯 迅速达到巅峰 成为内阁首府领班大学士 和首席军机大臣 他不仅在汉族臣子中名列前茅 甚至在满族臣子中 也先有人能享受与他相当的待遇 可以说他几乎是二人之下 一人之上 张廷玉有一句名言 万言万当 不如一梦 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他的性格 作为三朝元老 他非常谨慎 然而早在康熙朝末年 张廷玉就进入了权力核心 并在雍正朝成为实质性的首相 此外 他的父亲张英 在康熙朝担任内阁载府多年 还多次担任乡氏主考官 会是总裁官 电视独剑官 这样的背景 怎能不被称为 门生顾立变天下呢 在乾隆朝的朝堂上 流传着张党的说法 这并非无中生有 因为党派是否真正存在 并不完全取决于 张廷玉本人是否能够控制 在雍正驾崩之前 他被移命为雇命辅政大臣 并有张廷玉配相太妙的一仗 这样的殊荣 在整个清朝历史上 没有第二位汉族臣子获得过 对于满族臣子而言 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为在雍正朝 享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张廷玉 着实令人羡慕嫉妒 然而 正是他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引起了乾隆的不安 乾隆并不是害怕张廷玉叛天 也为即使有一千个张廷玉 也不可能成功策反 只是在乾隆继位后 张廷玉有时会越权干涉 包括对科举改革 军田献田等问题 发表自己的意见 甚至亲自视察太学 这引发了乾隆内心的抵触情绪 也为这可能动摇他的皇帝威严 而且乾隆本人并不宽容大度 相反 他心胸狭窄 刻薄无情 所以对张廷玉的不喜也是情理之重 乾隆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来对付他 在乾隆三年特意封赐给张廷玉 三等伯爵的爵位 需要了解的是 清朝历来未曾封赐过文臣爵位 即使在明朝 也仅有四人被授予文臣爵位 其中刘姬是开国功臣 其他人都是凭借显赫的军功得来的 对于了解历史的人而言 张廷玉获得三等伯爵爵位 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 无论是满族官员还是汉族官员 每个人都会感到羡慕嫉妒 实际上 这个爵位可以被视为 给予张廷玉的筹码 然而乾隆并没有明确表示 这个爵位是世袭的还是非世袭的 这让张廷玉感到十分困扰 因为对他来说 如果这个爵位不是世袭的 那么他就毫无意义 毕竟 他曾经是雍正朝的那个首府领班大学士 兼首席军纪大臣 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利 而如果这个爵位是世袭的 那么他的后代将来也能继承 对于张廷玉来说 这显然更具诱惑力 因此 他选择上书 请求将爵位直接赐予自己的儿子 然而 这相当于暗示要求世袭 对于一个无欲无求的人来说 很难对付的 但一旦有所追求 他就会暴露出破绽 在群臣们羡慕极度恨的情况下 有人上书请求 限制张廷玉子弟门声的噤声 理由是张廷玉的权势过于显赫 尽管乾隆并未答应这个请求 但他公开了这封奏书 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态度 这可谓当众打脸 乾隆采取了第二步棋 赵令那个行走时 满足官员走在前面 力步行走时 张廷玉走在前面 这相当于火上浇油 让局势愈发混乱 这场博弈无法继续下去了 乾隆对张廷玉不抱好感 这并非令人惊讶 事实上 这反而让人怀疑他是否会对他喜欢 他心胸狭窄 刻薄无情 与张廷玉的观点相左 再正常不过 此外 乾隆在政治立场上表现得更加激烈 他与父亲的立场完全相反 他反对父亲支持的事情 支持父亲反对的事情 这导致张廷玉只能选择退出政治舞台 毅然退休 然而即使退休了 张廷玉仍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能够配向太妙 然而对乾隆来说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乾隆竟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张廷玉回老家之前 才给了他一个凭证 然而没过多久 乾隆却以不知进退为由 剥夺了张廷玉的爵位 然而张廷玉已经不再在意爵位 他只是希望能够配向太妙 因此在乾隆十五年 他请求回老家 显然是为了远离乾隆的困扰 然而乾隆不久前的长子永皇刚刚去世 张廷玉曾是永皇的老师 乾隆以此为理由 剥夺了张廷玉配向太妙的资格 这样的理由实在是牵强附会 明明与张廷玉退休回家没有任何关系 也没有必要将其牵扯其中 当张廷玉回到老家之后 乾隆又以张廷玉的亲家四川学政诸权犯罪为理由 要求张廷玉归还之前宫廷赐予他的物品 这样一位一生中卓越杰出的张廷玉 在晚年连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 乾隆二十年 张廷玉在无尽的懊悔中 在安徽同城老家去世 享年八十四岁 令人荒谬的是 在他去世之后 乾隆下令让张廷玉配向太妙 并在牌位上写着三等博张廷玉 然而张廷玉已经离世 乾隆已纪念他的名义 给了他宽容的称号 却让他在生前充满懊悔 这实在是伤人心弦 实际上 问题不在于乾隆是否喜欢张廷玉 而是这位权力庞大的皇帝 不喜欢拥有门生故隶 变天下声誉的三朝众臣张廷玉